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了什么好料吧 在曾志伟六十大寿宴会上 儿媳妇张可惠喝了点酒 竟然当众和苗乔伟热吻 曾志伟大骂请你立刻马上裹出增加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媳 没想到儿媳比她还厉害 怒怼她 我做的事不及你的万分之一 你是怎么对待你的老婆们的 一句话更让曾志伟恼羞成怒 切记败坏的她直接把儿媳扫地出门 儿媳之所以敢在曾志伟面前为所欲为 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公共根本不值得她尊重 1989年曾志伟在菲律宾指导安乐战场的拍摄时 其中一场戏是女演员被绑架而惨遭施暴的情形 当时她为了追求真实要求演员动真格的 拍摄过程中 女演员余倩文反应非常激烈 作为导演的曾志伟却迟迟不喊停 直到拍摄结束 她才意识到不对劲 剧组里同为女性的美术指导 当时就指着曾志伟骂没人性 虽然最后激烈的镜头没有被放出 但余倩文还是留下了心理阴影 自此就退出娱乐圈 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这么大的丑闻 曾志伟能全身而退 不禁让人疑惑她到底有什么背景 曾志伟的童年十分幸福 生曾志伟那年 身为香港警署队队长的曾启荣 37岁 正是人生得意之时 曾启荣是香港名声显赫的四大探长之一 吕乐的得力手下 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 无论势力还是财力都不在话下 有这样的父亲 曾志伟从小也是个公子哥 从三岁起 曾志伟就被曾志伟带着去球场 曾志伟还是个个子不高 但她的身体素质相对同龄人却好太多 于是在上中学时 曾志伟加入了足球队 成为了一名足球运动员 在中学毕业后 曾志伟正式选入香港青年队 19岁正值青春 少年们正忙着打架耍帅 而同龄的曾志伟却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 曾志伟在17岁时认识了自己的初恋 王美华 王美华出生于台北的一个贫困家庭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王美华12岁就辍学 开始外出卖唱 后来因为外貌出众 被歌舞团签下开始四处演出 1970年 王美华随歌舞团赴岗演出 表演结束后 王美华不仅受到了大批粉丝的追捧 还获取了一段灰姑娘式的爱情 当时的曾志伟对王美华一见钟情 几番追求下 王美华很快就被曾志伟彻底攻陷了 随后两人便确定关系 过上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两人从1968年谈恋爱到1972年 整整四年的恋爱期 王美华竟然还没完全了解曾志伟的性格 1972年 在曾志伟父母抱孙心切的催促下 18岁的王美华和19岁的曾志伟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可新婚之夜 曾志伟为了和朋友打赌 消失了三天三夜 王美华伤心欲绝的 也在婚房等了他三天三夜 这件事对于王美华打击很大 但求人家的孩子特别能包容 想到好不容易嫁入豪门 等老公做了爸爸后 可能会成熟一点 所以很多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结果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即使王美华怀孕了 曾志伟还是流连夜场 不亦乐乎 三年后 王美华生下曾宝依和曾永依两个女儿后 终于忍受不了曾志伟的各种奇葩事件 主动提出了离婚 并且将两个女儿都留给了曾志伟 单身的曾志伟更是肆无忌惮了 但是对于曾志伟 很多女星都敬而远之 所以曾志伟只能将自己的目光放到了圈外 也为她和第二任妻子的相识做了铺垫 曾志伟的第二任妻子是朱希珍 也就是曾国祥的母亲 但是二人一开始连政都没领 就生了曾国祥 直到曾国祥十岁的时候 两人才登记结婚 那时的曾志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 阿乐战场的制作也是被提上了日程 这部电影上映后大火 使曾志伟的名气飙升 不是因为剧情 更不是因为演技 而是因为开头提到的那场戏 演员余倩文因为走不出这场戏的阴影 直接退出了娱乐圈 曾志伟没有因为追求极致的艺术被肯定 而是被定上了低俗的耻辱架上 被观众唾弃 本以为这样曾志伟就会收敛自己的行为 但是谁也没想到 这才是他烈焰的开始 禽兽也不过如此 一则突然爆料 将曾志伟再次顶到舆论的浪尖上 韩仪也就是香港模特界的元老级人物 韩尹华 他对外揭露了曾志伟的恶行 也许是受到了之前拍电影时的画面冲击 曾志伟开始寻求更大的刺激 于是常常利用自己导演的身份 邀请一些女演员和女模特参加庆功宴 与其说庆功宴 不如说曾志伟给这些女孩子们摆的鸿门宴 根据韩仪的爆料 自己的学生与六个女孩 一同参加庆功宴 却没有想到曾志伟在他们的饮料中 放了不明的东西 导致所有女生都陷入昏迷 最后的事情 大家可以自行闹补 最终只有一名女生 凭借清醒的头脑摆脱了 这样爆料的真实性 我们有待商榷 但是俗话说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加上曾志伟的风评一直不好 这件事 无论真假 都被当做了板上钉钉的事情 当下的丑闻还没有消散 昔日的恶行也被揭露了出来 蓝洁英未去世时 在一次直播中 揭露了当年清白济湿的真相 蓝洁英在八十年代 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 更是因出演月光宝盒中的春十三娘 当时还被称为亮绝舞台山 可见其颜值有多高 但是1998年 这样一位惊艳的女性 陷入了两位大佬伤害的丑闻中 还一度进入精神病院治疗 当时的媒体 更是铺天盖地的报道 蓝洁英在新加坡拍戏时 因曾志伟邀请参加宴会 却遭其侵害 最终无法忍受 少女变风婆 好在经过治疗 2002年 蓝洁英复出继续拍戏 但是曾志伟当上了 香港一邪的会长 蓝洁英彻底疯了 甚至需要自杀 曾志伟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直到2013年 成龙接替曾志伟成为会长 蓝洁英被大佬侵害的旧文 再次被重提 却再次被打压 2018年 一位名叫卓伟的知名媒体人 将一段蓝洁英的视频发出 说出了当年事情的真相 这一件事 其实就是曾志伟和邓光荣的一同谋划 但是大家因为蓝洁英精神状态不好 将这一解释默认为了胡扯 事实真相如何 也在2018年 随着蓝洁英的去世消散了 无疑对蓝洁英来说 曾志伟就是一生的噩梦 一个猎手永远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误 和舆论压力而放弃猎物 不过昔日的拉皮条 还是蓝洁英的临终控告 都抵不过林苑的出现 林苑曾经是一名话剧演员 曾志伟在广州看话剧时 一眼相中了他 所以看完话剧 曾志伟已测试林苑唱功 日后带他去香港出名为由 将他约去KTV 结果第二天 曾志伟就认林苑当干女儿了 仅仅一晚 发生了什么谁也不清楚 反正已经有两个女儿的曾志伟 又给别人当爹了 随后就有港美拍到 曾志伟和林苑一同开放 第二天林苑还去药店买药 让人浮想连篇心生疑虑 所以两人的绯闻也不进而走 这边和干爹传着绯闻 那边林苑还和歌手 侧田传出恋情 而林苑也在这个时候 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林苑消失 妻子海外流放 蓝结应临终指控 丝毫没有影响曾志伟 而曾志伟在狩猎道路上 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 2005年曾志伟和当时候选的 二十几位港姐海边拍写真 这写真颇有一种美女与野兽的味道 2006年曾志伟开办明星培训班 看到这些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姐姐们 说是培训明星 但是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估计也只有曾志伟自己知道了 后来综艺美女厨房播出 这个综艺就比较有意思了 她是以女艺人的颜值为卖点 这可真是郑重曾志伟下怀 所以她去当了嘉宾 真可以称得上是狼进了洋窝 简直就是天堂 节目中曾志伟更是难改本性 一直盯着穿着清凉的女艺人卡 2008年她还担任了马来西亚外景的教官 当时咒服夜出 日日与参加比赛的女选手一起 港美对其尽职尽责的工作行为 还进行了褒奖 最离谱的是 2012年曾志伟参加了TVB的综艺 舞绝大响 在节目中 曾志伟无处安放的手 一直在其他女星的身上 可以说是极度辣眼睛 但是俗话说 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一直静静夜夜 狩猎的曾志伟也翻车了 在自己60岁大寿的时候 十几段绯闻蜂拥而至 曾志伟一世英名尽失 可真算得上是一份寿臣大礼了 这时儿媳张可慧的不满 也达到了巅峰 张可慧对公共的好友们十分热情 不仅盛装出席 还一个挨着一个敬酒 宴会正举行最热闹的时候 儿媳张可慧居然喝得脸色飞红 还抱着苗乔伟一顿狂吻 面对家人的相吻 苗乔伟也开心配合 两人还拿出手机 合影留念 曾志伟非常难堪 颜面扫地 觉得这个儿媳 简直是有辱家门 于是指着儿媳破口大骂 你马上给我滚出曾家 我没有你这样不自重的儿媳 张可慧怒怼道 我做的事情远不及你的万分之一 你是怎么对待你的老婆们的 这句话更是火上浇油 张可慧直接被扫地出门 也不怪儿媳张可慧敢怒怼公共 因为在他看来公共自己都为老不尊 有什么资格来说叫小辈呢 如今的曾志伟不知道是不是年事已高 绯闻也逐渐变少 但时间并不是好的遗忘媒介 不论过多久 谈起曾志伟 大家不仅仅记得她是影帝 也同样记得曾经被她伤害的女生 这些永远都是她无法摆脱的人生物点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你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居然趋势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